我是班上最有钱的人,所有人都巴结我 同桌林笑笑每天都在抱怨 为什么她就没有我那么好的命 直到一天,我喝下她递来的一杯水 晕了过去 醒来后,我变成了林笑笑 她眨着我的眼睛说 我将继承她那贫困潦倒的家庭 可她不知,我妈在用我的气血养小鬼 我是在一片嘈杂声中醒来的 林笑笑,你起来回答这道题 是数学老师地中海在提问我的同桌林笑笑 但数学老师连叫几次也没人站起来 我疑惑地看向林笑笑 却发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她笑着说,笑笑 老师正抽你回答问题呢 同学们见我不站起来,窃窃私语 大家都看着我,我无从适应 老师叫的不是林笑笑吗 数学老师的威严受到挑战 她一生气就罚我到外面站着 我无暇顾及老师和同学们的想法 这是怎么回事,我低下头看我的身子 一个荒唐的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 难道说我和林笑笑互换了身体 林笑笑变成我的模样,那我呢 一种惊慌失措感在我心底蔓延 我拿出镜子 镜面中出现一个有黑,满脸痘痘的女孩 俨然就是林笑笑 我想起来了,林笑笑在提课后递给我一杯水 可怜兮兮地说 有理,这是我从家里面带来的水 你不会嫌弃吧 我最害怕林笑笑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了 一口就喝了下去,毫无防备 在此之前,林笑笑就不止一次表示过 她想拥有我的生活和家庭 我不是傻子,这肯定是林笑笑搞的鬼 下课后,我来到林笑笑面前 小声对她说 笑笑,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能要我的身体 但林笑笑一脸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眼神犀利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下游礼,你才是林笑笑 但,要是不换回来 林笑笑就有生命危险 我还想挣扎,别开这种玩笑了 换回来吧,不然你会死的 林笑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 富而过来 下游礼,现在 你即将拥有重男轻女的爸妈 和一个贫困潦倒的家庭 而我林笑笑会代替你当上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 走上人生巅峰 什么人生巅峰 我正想告诉她关于下游礼的事 但还没跟我说出口 林笑笑就大喊 笑笑,我知道你羡慕我命好 但人都有命 我也不能把我的爸妈让给你呀 班上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过来 班上的人听到我说我是下游礼后 都嘲笑我是穷疯了 想学电视剧里的真假千金 男同学们口嗨 林笑笑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还妄想自己是下游礼 都是半大的高中生 说起狠话毫不留情 她用我的身体 我的人人来诬告我 甚至 我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话已至此 林笑笑还是执迷不悟 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走到她面前 冷笑 你别后悔 因为林笑笑的指使 班上女生都孤立我 他们把我的树弄湿 撕碎 然后丢进垃圾桶 还把我关在厕所 淋我一身水 昏睡时 我只记得林笑笑的父母来接我 我在老旧的小房间里醒来 不大 但很温馨 林母伸手来探我的体温 我一下子缩开 因为林笑笑说过 她的父母极其重男轻女 养她就是为了 给哥哥和弟弟挣彩礼钱 他们经常打她 吸血她 她在家里面得干所有活 哥哥鲁莽 弟弟娇气 林母有黑的脸旁 有些微红 笑笑 你是怎么了 我是妈妈呀 林平文言走进来 递给我一瓶 用塑料瓶装的深宗色水 妹妹 你最爱喝的咖啡 我下意识说个句 谢谢 林平和林母的脸上 皆是惊讶 笑笑平时都是趾高气扬的 怎么突然就这么有礼貌了 见我脸色苍白 林母带着哥哥退出房间 让我休息 我看着眼前的咖啡 突然想起林笑笑说 真羡慕你每天都能喝咖啡 要是我能每天喝就好了 后来我请她喝过一次 但她吐了 说苦 林父很晚才回家 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 深夜 我起床 打量我现在这个家 走出房门 我发现林家确实是穷 最贵的家具 应该就是那台老式冰箱 我听见林父林母两人的对话 老林 笑笑今天发烧晕倒了 怕是要养几天 养就养呗 孩子在家 给他补补 别让孩子觉得 家里连肉都吃不起 我回到房间 找到一个笔记本 歪歪扭扭的字迹 像如动的蚯蚓 穷司机和服务员 怎么配做我的父母 都是穷鬼 林平和林安真是丢人 我都不想说 他们是我的哥哥弟弟 连咖啡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家真令人窒息 为什么我不是下游里 下游里有的我一定要有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 找到办法了 后面的笔记 被人撕去几页 写的肯定就是 如何调换的方法了 不管怎样 这个家绝对不像林笑笑 天天在我耳边说的重男轻女 甚至更偏宠林笑笑 我笑了 林笑笑 你气质如鼻履的 就给我吧 第二日一早 我照镜子 发现我脸上有很多小痘痘 还有点黑 我麻利地换了个发型 把刘海梳上去 林母敲门 说给我请好假了 我早就洗漱好 笑着说 妈妈不用了 既然已经接受现实 那就得面对 我还是我 不过换了个去窍 该担心的应该是林笑笑 林母塞给我十块钱 说是今天的午饭钱 想起如今林家的条件 我说 妈妈 以后您帮我做饭 我用保温杯带去吧 明明林母给林笑笑午饭钱 她平时还装作 家里不给她饭吃的可怜药 蹭我的饭吃 班上同学都讨厌林笑笑 蹭吃蹭喝的这种行为 偏偏我觉得没什么 现在想想 我可真是猪脑子 林安才读三年级 直言直语 姐姐今天起得好早啊 也爱笑了 林母一个眼神刮过去 小人儿连忙低下头吃饭 我摸了摸她的小脑袋瓜 拿起两个包子 打过招呼就上学去了 三两下解决早饭 我跑步去学校 林笑笑的黑市遗传林母 加上她贪吃 爱各种蛋糕和油炸食品 熬夜看言情小说 所以才会冒那么多痘痘 我摸了摸脸上的痘痘 心想不碍事 只要干净清爽 健康就行 出汗可以排毒 运动使人自信 我大步跨出去 跑到学校已是大汗淋漓 我的座位被人占取 东西七零八落的被扔在地上 为首的林笑笑一脸挑衅 向班主任寻求帮助 她只轻飘飘地说 下游里同学不想跟你当同桌 是不是因为你的问题呢 都那么大了 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别小提大作 我捡起地上的书本 往书包里塞 把桌子拼在最后一排 询问趴在桌子上睡觉的男生 同学 介意我坐这儿吗 她没醒 同学都在看我的笑话 上课铃声敲响 我直接坐下 过了几节课 李婷睁开心松的眼睛 看我坐那儿也没说什么 转过头又睡下去 林笑笑今天穿了件粉色泡泡裙 是我以前没穿过的 班上的女同学都围在她身边 露出羡慕的表情 她不经意地走过来 展示身上的裙子 我说 你最好把这条裙子脱下来 因为它沾满了湿油 穿久了会被吸洋气 林笑笑不屑一顾 还以为我是跟她说着玩 你在林家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穷 特别丢人 我笑 你家真像你听天说的那样 重男轻女 你可真是个白眼狼 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就抛弃是你为珍宝的家人 林笑笑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我接着问 你在下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 林笑笑皱眉 我好得很 不劳你关心 她当然会察觉 只不过还沉浸在 有钱人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上课老师提问李婷 她竟然把我推出去 没办法 我上台 刷刷刷就写出答案 底下的人目瞪口呆 这林笑笑不是个草包吗 老师对好学生有滤镜 开始对我赞不绝口 同学们也对我刮目相看 只是教室中央 有一抹若有若无的怨恨目光 刻上到一半 林笑笑脸色苍白 突然流鼻血 然后倒下去 这是裹着石油的衣裳穿久了 阳气不足 按照我平时的方法保养 绝对不至于动不动就晕倒 下游里的身体一向胶弱 老师没说什么 习惯式的拨打我妈的电话 我妈是个过气女明星 平时装作忙得要命的样子 来接林笑笑的自然是她的助理 林笑笑走后 课堂一片哄闹 下节课是体育课 我的心童桌李婷问 有没有人会打篮球 她是一年前转学来这儿的 性格一向孤僻 因此没人愿意陪她玩 李婷突然按压在我桌子上 问 你做题这么厉害 会不会打篮球 我说会 小时候我想学打篮球 可妈妈说那是男孩子学的 而且养小鬼也是有要求的 我妈不会允许我玩在她眼里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李婷说 那走吧 其实李婷长得特别帅 班上有不少女生暗恋她 这也导致男同学对她有敌意 打完篮球 李婷难得露出笑脸 不错呀 看你瘦瘦小小的 没想到打篮球真猛 我回 你也不差 刚才那三分球真漂亮 这么健康 优秀的身体 现在属于我了 林笑笑过了半个月才回来 老师怕她赶不上进度 特意问了个简单的问题 但她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答案 咦 下游礼不是班上第一名吗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这真是下游礼吗 怎么感觉有点像林笑笑呢 林笑笑都快被同学逼疯了 一个劲儿地掉眼泪 老师说 肃静 然后让林笑笑坐下 下课 她炫耀脖子上价值不菲的蓝宝石项链 高傲地说 这可是妈咪出国给我买的礼物 林笑笑把玩着脖子上的项链 哦 我想起来了 上个月我在审理比赛 钢琴得了第一 可能这就是奖励 但 林笑笑可是不会钢琴的呀 我突然很想知道林笑笑的将来了 但林笑笑还得意洋洋 殊不知所有的东西都得等价交换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夏祝兰就找到班主任 要给下游李报名元旦晚会钢琴比赛 只有我越优秀 养的小鬼才越厉害 我妈才能星途长红 林笑笑现在自顾不暇 没办法再来打扰我 她的小跟班阴阳怪气 我也全当没听见 我自顾自地做题 背书 整理笔记 几个女生 切 装什么呀 还不是考倒数 反倒是李婷受我的影响 上课也能听几分钟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她对那几个女生也没什么好脸色 你家住太平洋 管得真宽 李婷让我陪她打篮球 我说 等你期末考试 考上年纪前一百名 下学期我天天陪你打 她答应了我的条件 马上就是高二下学期 我得在你把里 想起林父林母 整日操劳的样子 我心想 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月考如期而至 令所有人意外的事 我考了全班第一 年纪第二 班上的同学幸灾乐祸 说我肯定是超的 但这次班主任 没有向往常量讽刺我 反而对我极其殷勤 林笑笑同学 这次进步非常大 所有人都要向她看齐 后来老师拿出监控器 看我真的是一笔一画 自己完成的 谣言才消失殆尽 有人小声说 得意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下游里没考试 才让她简陋得了第一 她要练习钢琴 没能和我们一起参加乐考 虽然小声 但很清晰 文言 大家都默不作声 好像是约定俗成的事实 林笑笑在练习室 哆哆嗦 浑身发抖 不敢拒绝老师给她补习 她每天都在琴房练半天 断断续续的声音 听得老实直皱眉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终于 林笑笑找到我 下游里 你必须站在台子后面 帮我演出 我心想 这林笑笑怕不是傻的吧 很容易穿帮不说 她凭什么觉得我会帮她 还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说 这是你自个儿选的路 跪着也要爬完 林笑笑扑通一声就跪下来 求求你了 帮我这一次吧 看待我们以前 那么要好的份上 我没想到 她真的跪下来了 我急忙甩开她的爪子 可以呀 现在我们就换回来 林笑笑犹豫 迟疑了 最终还是败在金钱的诱惑下 不过一瞬 她就变了个样子 说到底 你还是不肯让我想服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都不答应 还说什么好姐妹 我只是想住住你的大房子 拥有你的妈妈而已呀 我被气笑了 等你见阳王那天就知道了 有眼见的同学 见林笑笑跪在我面前 还以为是我欺负她 等我回到座位上 抽屉里多了条死蛇 怕蛇的是林笑笑 可不是我 我徒手抓住蛇的七寸 直接扔进垃圾桶 全班都被我吓了一大跳 特别是女生 李平开玩笑 大哥为我 我突然想起个有趣的事情 每年这个时候 就是我被妈妈逼着吃生蛇肉的日子 她只能吃素礼佛 但我要生吃血腥生肉 第二天 林笑笑一脸惊恐地找到我 你妈为什么要让我吃生肉 我故作正常 瞧你大惊小怪的 她请的倒是说 吃生肉可以避邪消灾 不过是拿你来避邪消灾 然后对她笑 还有 那是你妈了 不是我妈 班上同学随手 拿起林笑笑桌上的杯子 问 下游礼 这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黏黏糊糊的 林笑笑躲躲闪闪 最后也没说出来是什么 因为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她不敢问我妈 怕自己不是下游礼的事实穿帮 她只知道 必须听下竹篮的 每天都喝一杯白色的水 傻孩子 难道你以前没见我都倒了吗 怎么还真喝下去了 那可是死去冤魂的头骨磨成的粉 喝了每天都会有小鬼来你被窝里 林笑笑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 眼窝都快凹下去了 旁人只以为她没睡好 以前我好歹还会躲着些 现在林笑笑全照做了 人但晚会迫在眉睫 林笑笑卯足近的练习 直到演出那天 林笑笑在夏竹篮的注视下 才时段时序地弹出一首 小星星 老师和同学哄笑一堂 夏竹篮保养得当的脸清了又白 白了又清 碗子洗后 我走在路上 听见夏竹篮在骂林笑笑 你怎么表现的 我好不容易抽空来看你比赛 结果就知道给我丢人现眼 信不信我把你丢进小黑屋 林笑笑不知道小黑屋是什么 但还是打心眼里害怕 不要 妈妈 我会努力的 您别不要我 我妈气不打一处来 万一这死孩子影响自己的时韵 可怎么办 她抡起包包就往林笑笑身上砸 嘴里嚷着 晦气 我走过她面前 我妈用她犀利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上去打了个招呼 阿姨好 我是夏游里的同学 夏竹篮还是在意形象的 点头示意了下 林笑笑像被抓住死穴 一个劲地瞪着我 生怕我说出我们调换的事实 但她想多了 我静止走过去 没给她半分眼色 所谓的小黑屋 里面爬满了数不清的蛇虫 用我的气血 供奉我妈养的小鬼 都是无毒的 但足以让人生不如死 从小到大 我只体验过一次 考试只考了年纪第二那次 她骂我毁了她的气韵 晚上我照常跑步回家 在路上遇见打着手电筒 接我回家的林母 她一脸心疼 现在的娃娃读说 真是受苦 还有一年半就结束了 笑笑加油 要实在是考不上好大学就算了 身体最重要 自从上次林母 看见我做题做到两点后 每次都会提上一嘴 我和妈妈有一搭没一搭的 慢慢走回家 享受妈妈的碎碎念 我每天努力学习 练习体态 打篮球 父亲母亲 惊讶于我的变化 哥哥弟弟说他们 很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我才知道 原来林家最偏心的 反而是林笑笑 在生林笑笑的时候 因为早产 林父林母一直觉得对不起她 便一直迁就着她 家里唯一的一间小卧室 还有书桌 咖啡 林笑笑和我交换身体 根本不是为了逃避 她口中的封建家庭 只是单纯的虚荣罢了 现在我再也不像林笑笑 以前那样含胸驼背 而是落落大方 一太也有了很大改变 班上同学对我的好意也多起来 反倒是林笑笑 因为三天两头的炫耀 已经看不起别人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她 但林笑笑不自知 课堂上公然化妆 玩游戏 带着周围同学逃课 把下周满的警告抛在脑后 期末成绩出来时 我们一家坐在回老家的大巴车上 我考了年纪第一 比第二名多了三十分 李婷考了班纪第五 年纪第八十七 还不错 进步很大 成绩单往后滑 在班级名单末尾 看见下游李三的大字 我笑 林笑笑完了 回到村里 我总感觉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视线注视着我 往后看 并没发现什么人 我妈笑我疑神疑鬼 我爸说我是不是读书类找了 但我从小跟死人打交道 对那种气息尤为熟悉 我的感觉不会有错 老家亲戚不多 我们回来主要是为了上坟 饭桌上 林副林努在谈论事情 真没想到啊 何仙姑竟然就死了 她还帮咱跌下过脏 谁说不是呢 听说掉在悬梁上 舌头吐得老长了 我假意好奇 妈 这何仙姑是做什么的呀 我妈慈爱地看着我 笑笑 暑假咱们回来 你不是去过吗 何仙姑专门跟阴间打交道的 怕是折了兽 这下 我终于确定 林笑笑是怎么和我交换的了 那道若有若无的目光 怕就是何仙姑在暗处望着我 爸爸要去给何仙姑送礼 我跟着去了 意外的是 桑礼上 我见到了李婷 她也很意外 原来 她是何仙姑的外孙 我惊喜 那她一定知道什么了 我把林笑笑 跟我交换身体的事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李婷面色凝重 说出两个字 换命 她从何仙姑屋里 拿出来一包药粉 说只要把我和林笑笑的 生辰八字烧在里面 我们喝下去 就能换回来 这是她外婆留下的 唯一的换命咒术了 但我不想换回来了 我将药粉撒了出去 正好一阵风将它吹散 李婷见我这样 也没问 她笑了笑 真没想到 你才是下游里 怪不得 我看着吹散的药粉 缓缓道 对 我是下游里 有钱又有个明星妈妈的下游里 所有人都说我命好 但其实不是的 我将那段藏在心底的往事 说了出来 我是剧组夫妻的产物 他们夜情有了我 因为夏竹篮子宫必薄 打不掉 才选择生下我 所以我从出生就没有爸爸 从小妈妈对我的标准 就是不能给他丢脸 不能丢脸包括什么呢 学习成绩必须永远第一 在闺蜜圈里面 必须是最优秀的孩子 参加比赛只能得第一 不然就关小黑屋 和不给饭吃 还有就是 不能让那些记者 发现我的存在 不然他就把我杀了 我五岁时 他从T国带来个巫师 说要以养小鬼的方式 帮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夏竹篮害怕 不敢自己养小鬼 怕遭到反噬 便让我 他的亲生女儿来带屁 因为巫师说了一句 亲生女儿 只要身上有你的血 都是一样的 我的噩梦就此开启 每天吃死人骨灰 动不动流鼻血 晕倒 晚上还要跪在佛堂 诵经念咒 过年 别人家是杀鸡放血 我妈是放我的血来做唇膏 说是红红火火 后来 她的事业还是没得到回生 巫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让我和小鬼结姻亲 这样 夏竹篮就是小鬼的岳母 自然保佑她 心徒璀璨 那小鬼是生生 从活人肚皮里 剖出来的死胎 怨气重得很 要我经常吃生肉 才能压得住 但隔几天 她就会来到我的床前 摸我的脸 我问李婷 有没有什么法子 能救林笑笑 毕竟 这应该是我的命运 李婷听后 预感大事不妙 马上把这件事 告诉给她的舅舅 也就是和仙姑的儿子 和大叔 她听后 满面严肃 只问我丫头 林笑笑这般对你 你还愿意救她吗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再怎么样 她也是灵父灵母 宠了那么多年的女儿 我给林笑笑发了信息 约她在咖啡馆见面 我本以为她不会见我 但她马上回了个 好 林笑笑一来就哭着说 下游礼 我们换回来吧 太可怕了 我不想再进小黑屋了 还有你妈非要放我的血 晚上我床边 还有人在吃东西的生意 和大叔闻言 当即判断 那小鬼已经冰上你的灵魂了 怕是换不回来 林笑笑掐着我的手 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家这么邪门啊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想让我替你死 我无语名耶 当初早和你说过了 你自己被富贵迷了眼 能怪谁 和大叔解释 虽然不能换回来 但可以把那厉鬼抹杀 林笑笑露出笑容 太好了 她既能享受到有钱人的生活 又不用被小鬼吃了 下竹篮静祖派去去了 林笑笑带我们去到她的房间 装修得很豪华 比我在这里住的时候奢侈得多 和大叔拿出她包里的东西 一一交代我们 李婷德守在别墅门口 以防别的厉鬼 和大叔让我和林笑笑 分别滴一滴血在一杯黑水中 然后喝下 这个可以隐藏我们的气味 同时将那份阴亲 分散在我和林笑笑身上 削弱厉鬼的力量 我们躲在床底下 和大叔话阵前交代我们 尽量减少呼吸 千万别出声音 和大叔将林笑笑的血 抹在自己脑门上 然后躺在床上 等待厉鬼的来临 我们都打起12分的精神 差不多过了几个小时 我们都昏昏欲睡 但一阵缩缩缩的声音靠近 像是 脚步走在风上面的声音 一个影子落在床边 和大叔脑门上 有林笑笑的血 厉鬼以为 她是自己的新娘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 等待最佳时机 她正要往和书靠去 但 林笑笑的脚 蹬在木板上 发出一阵声音 我瞪大眼睛 突然 她趴到床底 正好四目与我对视 只见一张五官血肉模糊 半大孩童模样的脸 出现在我眼前 但我牢牢记得 和大叔说的话 呼吸平稳 不出声 我死死抓住手 就算抓出血 也不敢叫 指甲被我抓断 差点 差点我就哭了出来 那厉鬼在我头发边 纹了纹 刚想撤去 结果 在最后一刻 林笑笑看见了她的脸 大声叫出来 鬼 鬼啊 那厉鬼脑袋缓慢转的转 似乎意识到什么 细长的爪子朝我袭来 啊 厉鬼猛地爆发出嘶吼 和大叔眼急手快 把厉鬼压在身下 不过在打斗中 手臂被厉鬼抓出一道黑痕 和大叔朝我们说 快 我连滚带爬的过去 试图把铜钱做的绳子 捆在她身上 但她力气太大 我朝林笑笑吼去 还不过来帮我们 林笑笑听见我的话 才容愣出行 跑过来帮我拉着铜绳 和大叔将一道 抹上鸡血的黄腹盖 在厉鬼脑门上 顿时黑烟四起 李婷及时跑进来 用一把桃木剑 刺穿厉鬼的身躯 厉鬼慢慢化为 一滩血水散去 和大叔捂住伤口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走 我们洒上浮水 然后起火撤离 一场大火 将这座别墅吐没 我看着和大叔的手臂上 冒出阵阵黑烟 和大叔 你的伤口 但他苦笑着摇摇头 是我妈对不起你 让你跟林笑笑换了命 这都是我该做的 那你的伤口怎么办 你会不会死 他望着远处的天边 似是惆怅 因果报应 自有天定 李婷听他舅舅这般说 都快哭出来了 但和大叔还安慰李婷说 傻孩子 舅舅不会有事的 顶多就是闭关几年 我走了 你们保重了 日出金鞭 都打不过 还好意思说什么大师 他 我一巴掌扇过去 打得林笑笑目瞪口呆 林笑笑 从今以后 你是死是活 跟我没关系了 你被打死 还是被吸血 都别来找我 因为 从此刻起 我就是林笑笑 我大步朝我的家走去 有林笑笑一人 独自在风中凌乱 李婷在路上问我 你后不后悔 就林笑笑 我顿了顿 说不后悔 因为那本来就是 我的妈妈 我的人生 现在 她是她 我是我 我们再无关系 李婷松了口气 幸好你有这个觉悟 不然小鬼会再次回归 因为怨气 原来 和大叔叫李婷别 提前跟我说 说是天道 那小鬼与我有殷亲 不过现在算是彻底解了 不然 他会永生永世缠着我 因为我的释怀 所以把那咒术解了 源源相报何时了 我也算是了却一段孽缘 我把最后的药粉撒干净了 以后都别想换回来 新学期班上都在传 下游里家里遭遇了火灾 他妈妈要把他带去京都上学 去就去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雷打不动的背书 做笔记 不再参与他们的聊天 我越来越白 也越来越自信 女同学不经意间的夸奖 往往是最真诚的 笑笑 你是怎么保养的呀 怎么变白了 我将变白和改变体态的方法 毫无遗漏地告诉他们 瞬间收获一群小迷妹 上学期期末 我考了年纪第一 老师对我进行了好一番夸奖 我还在全校面前演讲 学业越来越重 下课 班上同学都抢着来问我题 爸妈被老师请到学校 他们以为我是犯了事 开口就是 老师笑笑还小 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还请老师多淡淡 老师哭笑不得 把我的成绩单给他们看 爸妈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我成绩变得这么好了 爸爸妈妈为了奖励我 带我去吃了一顿大餐 哥哥立下flight 妹妹真厉害 今年高考 我也要考上一个好大学 绝不给妹妹丢人 弟弟附和哥哥 爸妈都以我们为荣 李婷找到我 拐着弯地说他要转学的事 我直直地望着他 李婷 你到底想说什么 李婷抓了抓头发 就是 我要走了 你能不能等我 我疑惑 等你什么 就是 就是 他拿出一条项链 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里 银色的 那 一年后 我考上985大学 全家欢呼 我爸直接开了 珍藏20多年的老教 我妈哭着炒菜 边炒边落泪 我哥开玩笑 得 我考上985的时候 也没见你二老这么激动呀 我爸瞅哥一眼 那你比你妹还少考30分 咋不说呢 我妈演着嘴笑 开学那天我去报道 在梧桐树叶下 我和那个人摇摇相望 正如那年我们在村外 狗尾巴草四处招摇 李婷说 林笑笑同学 你好 秋风很凉 我红了脸 那根项链挂在我脖子上 透过衣裳一一声灰 又见面了 小同桌 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 爸爸升职 我们搬家了 再见到林笑笑 应该叫他下游礼 是在三年后 医院里 那时他才23岁 但瘦骨灵血 眼角还有皱纹 比当初更甚 他坐在走廊里 林笑笑看见我之后 惊喜地叫起来 妈 妈 他才是下游礼 他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不是下游礼 我是林笑笑 我不是你女儿 夏竹兰被他的声音吸引 向我看过来 一双冷漠而阴郁的双眼 如小时候看我 像看死人的时候一模一样 只一个眼神 我便知道 夏竹兰早就知道 我才是他的女儿 换一个说法 他早就知道 我和林笑笑互换了身体 夏竹兰闲吵 令人捂住林笑笑的嘴 他把我约到咖啡店 点了一杯我最爱喝的咖啡 我确认他早就知道 我颤抖着问这个美貌的女人 你 早就知道 是不是 我妈大方承认 红唇微起 知道又怎么样 我不可能再养一个闲人 我只需要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很可惜 你太蠢了 竟然被那么个人算计 我白白地培养了你16年 最后却被那么个货色代替 他早就发现了 那么一个贸牌货 比不上真正的夏游里1% 从那天元旦的钢琴晚会 见过那一面后 他就知道 那个名叫林笑笑的孩子 才是他的女儿 林笑笑的眼神 简直和你儿小时候倔强 不肯喝骨灰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大师说 换来换去都没意义 因其以拓 唯一的方法是 再养一个小鬼 我问 你都快40岁了 有必要吗 为什么非要执着于 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我妈心平气和 不像以前那样暴躁 你不懂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爸把我肚子搞大 就提起裤子不认了 转身就跟我们当时的 一个女顶留在一起 你说我怎能不争这口气 我顿时哑言 抬起头 可你分明是为了你的妄想 一直在伤害我 没有一丁点母爱 我妈很不耐烦 要不是看在 你为我供奉那么多年的份上 我才不会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对了 我给你生了个弟弟 他快五岁了 但是患了白血病 得换骨髓 你也知道我的 得进组挣钱 不好捐的 幸好你的屈窍正好匹配 你患病患得真是及时 不然躺在手术台的 就是我了吗 真是可笑 这场母女间的最后谈判 不欢而散 林笑笑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很成功 但她死了 据说她死前 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挥舞着眼前的空气 嘴里大叫 何大叔 我不是故意叫出声来的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的 话还没说完 就断了气 我妈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静止走向儿子 那个孩子 怕是下一个下游里 会遭遇跟我曾经同样的危机 李婷安慰我说 我舅舅在天上保佑着我们呢 不会有事的 有一天 我搜索关于夏竹兰的消息 发现网络上 关于她的消息已经很少了 据一新闻报道 夏竹兰的儿子 手术成功过后没多久 他便在儿子身上养小鬼 但是越养越会气 事业直线是下降 无戏可拍 几个老牌代言都跟他解了约 有人说 是那个孩子身上的骨髓便衣 是怨骨 招不来好运 夏竹兰 曾经的一袋大花 就此销声匿迹 21 在很久以后 我才收到林笑笑写的日记 上面写着 夏有礼 是我对不起你 我被眼前的财富迷了眼 才做出幻命的事 记得那是高一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教室 我不懂 为什么大家都穿着校服 可你就是那么出彩 出彩到令人一眼就注意到你 好像你就是闪闪发光的仙女 站在那里不说话 别人都会喜欢你 说实话 我真的很嫉妒 我想和你一样漂亮 自信 但我的家庭实在是太穷了 根本顶不上你 我买不起洋气的裙子 坐不起高档的汽车 我费尽心机接近你 跟你当同桌 就是为了让你身边的人多注意我 校草跟你搭话 你只是轻轻一笑 如果是我 可能会跳起来和全班人说 校草跟我说话了 可为什么你那么云淡风轻 你是不是根本瞧不起别人 直到我看见你的妈妈 是那么优雅美丽 那是我的妈妈身上不曾有过的 我发了风似的 想得到你妈妈的爱 要是我能代替你就好了 成为成绩好 美丽 人缘好的下游里 你为什么要请我喝那么苦的咖啡 是不是变招法的显示你的优越感 可明明那么苦 我还是很想得到她 甚至让我哥每天跑两公里买咖啡 苦涩的有钱人生活 数不完的课程训练 下家莫名其妙的事 都被我的渴望压了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 哪怕我变成你 也无法真正成为你 我没有你的学识 才能本事 我失败了 还把自己变成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 我甚至连高考都没参加 就在家里照顾即将临盆的妈妈 我以为有了弟弟 妈妈就不会在我身上打主意 我就可以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可惜弟弟得了病 要换骨髓 我就是最好的人选 我很想很想回到林家 在吃妈妈做的一顿饭 我保证再也不嫌弃他们了 看完这封信 我内心毫无波澜 都是她造的孽 自己受着吧 当初我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她 这封信被我烧成了灰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多摆了一个碗 妈妈问我为什么要多放一个碗 我说是我的一个同学 想吃妈妈做的饭了 但她的妈妈并不喜欢她 也不爱她 所以我就把她请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了 至真正的林笑笑 也至我